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在家里面牵插虎皮栏的一些小方法 因为虎皮栏是非常容易牵插成活的 但是我们也要把握好一些技巧 因为牵插虎皮栏 只要我们把握的好技巧 一个月就可以生根了 大概一个半月 这个新芽就会冒出来 就像我这一样牵插了一个半月左右 这个新芽已经长出了四坑 而且非常的粗壮 那么今天就跟大家说说 在家里面牵插虎皮栏的一些小方法 我们想牵插好虎皮栏 首先我们选择一片比较肥厚的叶片 这个叶片可以是一些残叶 比如说在家里面养的虎皮栏 这个叶片受伤了或者是破裂了 我们可以把它剪下来 剪下来之后先把它这个伤口晾干 大概晾个三两天 这个伤口就干了 就可以使用了 那么我们选用的土壤也非常的简单 因为虎皮栏它是比较耐平级的 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沙质的土壤 像这种沙质的 我配的这个土呢 很大部分都是这些沙子和这些碎石子 那么我们把这个伤口晾干之后呢 就可以直接把它插到这个土壤里面 大家注意牵插的时候呢 不要直接的插进去 直接插进去的话会弄伤这些伤口 我们可以用小掌池先把它挖出来 挖一个洞 然后再把它放进去覆盖土壤 大概一个月就可以生根了 那么15天呢 大概就可以出芽了 而且长的新芽也非常的旺盛 非常的漂亮 我这个也是承插了一个半夜左右 这个已经长出了四个芽 所以呢 我们在家里面可以尝试着承插虎皮栏 因为承插成功之后呢 成就感还是非常满的 那么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承插虎皮栏的一些小方法